侯友宜723正式被提名操盤手金普聰卻狂上節目 從黨主席朱立倫一路罵到藍營漢將鄭麗文 名嘴陳輝文痛批 國民黨民調根本不該慘敗 在侯友宜民調沒起色前 金普聰宣兵奪主到處宿敵 應該先把嘴巴閉起來 那你還去砍自己人啊 更是匪夷所思 你不是說槍口要對外嗎 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今天就開除金小刀啦 因為民進黨不應該是你的對手啊 你執政的經驗最多 你執政的時間最久 你的黨公職人數最多 縣市長最多 你為什麼會輸民進黨呢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輸民進黨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選不贏啊 這一群沒有骨氣的東西啊 你人最多 你經驗最多 你怎麼會是 要求爺爺告奶奶的 但黨內之間無法整合 有人還跟郭台銘沒來演去 名嘴炮轟 國民黨早該做這種決斷 告訴那些議長 誰在跟郭台銘勾勾搭搭的 立刻開除 永遠不准回國民黨 你喜歡郭台銘的錢你去啊 你以為郭台銘是一個 多有信用的人嗎 那你要投靠郭台銘就去 我馬上就開除你啊 不需要那些叉叉 那些是什麼貨色啊 最近這幾天 跟郭台銘沒來演去 那些是什麼 哪一個沒有錢科 哪一個沒被關過 哪一個不是黑金 那你們這麼喜歡跟郭台銘抱在一起 那你們就去抱團啊 剛好國民黨也不需要這些叉叉 你們就走啊 我跟你講國民黨今天痛下決心 把這些叉叉都砍掉 國民黨就贏了 當黨內人心浮動 操盤手對內還瘋狂丟炸彈 主帥侯友宜恐怕該走出自己的路來 記者張優遲網自衡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